浪爷与张冲之间的较量从始至终就只是政治矛盾 却从未掺杂过半分私人恩怨 哪怕自己的儿子当初也是因沈浪而死 却也不曾怨恨他半分 而当一切分出输赢之后两人也是一笑敏恩仇 如今张冲虽沦为了罪臣 可当国君召见他询问对沈浪的看法时 他就只用了一句话便概括了全部 慈子喜爱享受荣华富贵但却不贪图荣华 他是有恩必报之人 但若是惹到他那便是不死不休 此刻听完张冲的话国君陷入了沉思 这沈浪的确有点意思 人人都说他粗鄙不堪 但熟悉之后却能发现慈子所作的每件事 说出的每句话都是经过他精心算计的 他就好比自己手中把玩的玉碑 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公益精致绝伦 属实是世间少有的佳品 这时他突然开口问道 张冲 你觉得正该不该杀他 张冲听后直接脱口而出 不杀 陛下 沈浪心思细腻睿智过人可谓是一把利刃 若是加以重用那将是一把比最沉还要锋利的宝刀 话音落下国君也停下了手中把玩的慈悲 大殿瞬间陷入一片寂静 与此同时在京市的别院内 独守空房的沈浪此刻正躺在床上 在脑海里对接下来的各种局势进行分析 首先可以确认国君是绝对不会杀他的 因为在自己走后 国君一定会找到那个人来帮他分析自己的心意 另外国君也心知一旦他死了岳父 一定会立刻投向吴国 这个结局也是国君无法承受的 至于风诀 当他从玄武门进国都时说出像是回家的那番话 光看宦官神色就知道这是国君的一块心定 断然也不想把玄武这个名号再封给京市 说不定今晚就会让人启程将册封怒朝侯的意志 送去到岳父手中 可自己这次前来虽是为了给岳父争取侯爵之位 但若是想以怒朝侯的名义封侯 那自己绝不会让国君得逞的 而在那之后的任务就是灭苏氏 这个任务可谓是万分艰难 要知道苏南侯爵不光是镇军大将军 他的妹妹还是国君的宠妃苏妃 所以自己就需要一个保护伞 而这一步就是第三个任务 扶植五王子宁正 当然 这个宁正几乎是最被国君厌弃的儿子 想扶他上去简直宛如登天 可是他沈浪不就是最擅长创造奇迹的吗 只要扶植了五皇子 那他就是灭掉苏氏的最大支点了 而今晚他说要灭苏南的话一定会被传出去 太子和三皇子虽是苏氏和薛氏的靠山 但在得知消息后一定会停下手中动作 从而选择坐山观虎斗 除了宁正之外马上还会有一个靠山 那就是三公主宁燕 外号三寡妇 当然他不是真的寡妇 而是他与驸马早就在家打到头破血流的地步了 当然被打的是驸马 因爱于身份无法合理的三公主干脆就定居在了国都 并对外声称自己已是寡妇行为也更加肆无忌惮 而国君对于这个小女儿本就宠爱 再者又经历了婚姻不幸 因而更加纵容她的跋扈性格 现如今宁燕可谓是国都的一大祸害 可就是这种胸大无脑却又武功高强的女神经 对于浪爷来说就是最好的盟友 尤其三公主的皇室身份简直就是不二人选 而当初遇到宁燕时浪爷说的那些愉悦之话 就是为了让他亲自杀上门的 眼下就只需要等待猎物自己落网就可以了 此时在皇宫内 国君命人将张冲送回了狱中 而自己则独自坐在殿中思索再三 最终放下了心中成剑决定尝试张冲的思路 待放下手中杯子他又拿起桌上一卷狱轴 打开后上面的内容正如浪爷所预料的是 册封玄武博为怒朝猴的一旨 和尚玉轴国君嘴角不禁露出一抹笑 金卓 这封猴旨意我可是下发了 但若是你不接只拿不到猴爵封号 那就不能怪朕了 想到这里他传来宦官命他今晚就上路 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将旨意传达给金卓 额外话题说到金木聪 这小子现在以凭借斗破这本小说 在国都成为了知名人物 就连三公主都是他的忠实书粉 不过在刚开始石音用的笔名 还是浪灵笑笑声 所以刚开麦就被抢够了一空 然而很多达官贵人买回去 一看顿时都开骂起来了 这写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那些优美诗词呢 诗诗动鸣接学问呢 可也正如浪爷当初所说 还有一批练武之人和国子剑的学生们 却是看得如痴如醉 甚至有些学生为了看这本书 尽直接把学习书的封皮拆下来 套在这本书上 然后带到了课堂上看 就在大家对斗破这本书 充满各种争议和猜忌时 终于有人站出来道出了事情 大家这才知道 作者浪灵笑笑声其实是两个人 第一本《风月无边》是沈浪写的 而这一本则是金木聪写的 可不管怎么说金木聪是真火了 就连书上都被三公主威胁着前来催稿了 金木聪慌了 真不是自己不想写是姐夫 还没把下级的大纲给他呀 而且这么长时间 家里都没给自己联系了 就连过年都没给写来一封信 大家该不会真把他给忘了吧